今天我们会讲一下如何在Eclipse这个ID 里面 再去设定一个Tomcat 那我们今天的highlight就是会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先用它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段video 这个video里面的过程需要些什么 那我们怎么设定 还有我会在这个video里面去订阅一次怎么行一个web的application 好了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段影片 虽然Tomcat这一刻都没有以前那么多人用 但有时候可能出来工作的时候都有需要用的 那before我们想写之前 或者是before我们想prove一些 就是改好source script 想去testing server的时候或者stay some portion之前 那我们其实都最好就 试一试先在local里面 那这段影片就demo出来 为什么我们怎么走呢 那我们首先有个equip先 如果我看到我们这里有个equips IDE 那我们另外呢 那我们另外呢 会在Tomcat这里download了9 我们今次用Tomcat9的 那我download已经download了9.0.34 那我用这个tar的sip里面 那我其实已经download了在这个area 那我先在这里unzip先 好吧那download完之后呢 那按摄了之后呢 那我们回到这个equips里面 那在这个位置的哪里 equips里面有个叫preference的 那你会见到呢 其实在这个server那里呢 我们再click它的时候呢 有个叫runtime environment 那你click了这个runtime environment 之后呢 那其实呢 你就可以加一个server上去的了 那我们按add 那我们会见到其实 按完之后呢 已经有一个apache的tree 那下面其实已经有9.0这个版本了 那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呢 那我们在这个checkboard 就create一个new local server 按next 那这个名字来的 那我们唯一这里要填的呢 就是要browse我们刚才的location 那刚才我放了location 就是document 9.34 接着按modeopen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就是一条path 指着tomcat的installation directory 那我们会选择这个 我们用这个 我们用这个bandmarch webbranch的defaultjre 还是用回其他的jre 因为我们始终我们一定要 tomcat都是一个jre 而已 我们始终都要一个jre 去给他行的 好啦 按完finish之后呢 那其实这里已经有个 完成了啦 那我们按apply and close 那你已经看到这里呢 其实已经有一个 file tap 怎么止住呢 那这些probeasefile呢 那其实可能 到了你用testing的时候呢 有需要自己改的 那这个就 不在这个video里边讲啦 那但是其实都 如果你用开tomcat 其实都知道的 就serve xml啦 那有了tomcat要setup的东西啦 那有一些probeasefile啦 那有机会都需要改的 那有机会都需要改的 那去到我做damage一次 我们可以让你再设置 那一个reqlip 那然后我们呢 这个reqlip 那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新的reqlip dynamic web的application 那按 dislike 那我们س简单吧 那我们简单都可以 那一个reqlip 这个位置其实已经target了 你的 Runtime是Tomcat 9.0 如果 你可以设计很多不同的target 如果你的手机想用Tomcat 8 7都可以设计的 只不过在这里选择 我们还要按Next 这些就是Java的Source Code 标出来的Output Class 标在哪个位置 我们现在都不会改 一个Context Roots 就是那一条 我们稍后会看到 Access Web的Path 其中一条Path 也会给你改 Web Content Under 下面 就是JSP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我会生成Web.xml 我们按Finish 好了 那开了之后呢 其实呢 我们会看到 Web Content Java Java Resources 就是我们可以放一些 Java的Source Code 通常就是 Servlet 都会放在这里 Library Library Path 这个Library Path 它会告诉我们 这个位置有Tomcat9的Library 也都Under Top Project 也有我们在用JRE JRE 1.8的话 它都会告诉我们 重点呢 其实呢 就是Web Content 下面的Web Information Web Inf 那这里是一个Web.xml 那其实这个 我们都会改一改它 去Support 我们要写的东西的 那未写 未过之前呢 那我先 写个Java的简单的 简单的 那我们先写个Servlet 先写个Package 那我先写个Package 我再写一个 开一个Java的File 那我们会写个Servlet 那我们会Extend 那我们会写个Servlet 我们因为hsurf在那边 其实我们是要用一个do get的method去做 overwrite它 然后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pint一些字出来 那我们譬如拿一个surflet的output stream出来 pint一些字 我们评论一下 我们评论一下 surflet 我们再push它 然后我们close resources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surflet去pint how well is it surflet 但其实我们都未完成的 刚才我所说的 我们要改个web.xml 因为这段片不是讲教JSP 教JSP 或者surflet 很快就先做Mapping 然后给个名字 hello world 然后刚才我们会有个cast 那我们对回个class名 net.sk.stil hello world 然后我们要做个mapping的 就是个surflet的mappingclass surflet 然后我们要对回个hello world 然后我们要个ur pattern 那我们就这样给个hello world 先save它 那同时间呢 那同时间呢 我都想在这里呢 建一个JSP file 那 那 都是世界好 那 就这样finish它 那 那这里都简单讲解一下 其实一个web application 在这个equips里面 那 其实它 这个web content 其实呢 你是会见不到的 当你 无论是你上了position 或者是在这个text 中文化到呢 其实你见不到 这里有条access part 是web content 那 为什么呢 就其实 如果你 这个right click project的时候呢 你见到 那个property上面呢 那 其实你见到呢 有个叫做department assembly 那 这个department assembly 就是 就是一些 呃 呃 没有出来 到tomcat的时候 那条path 那 你见到 其实web content 其实是 match了 wood directory 所以 其实我们 当我们 access howworld.jsp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会打完 那个web content 直接去access howworld.jsp就可以了 那相对的 这些class file呢 其实就 match了下去 web information 的classes 那 其实这里我们见不到 但是当 compile完之后呢 其实web information 的class 应该是有些java 的source compile了的class file 在哪里 那 这里都有很多 information 做的时候 是你需要 改的 但是 在我佛罗里的例子呢 暂时不需要的 那 那我们 apply to close 先吧 好了 那 在这个位置里面呢 那其实我们 这个 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web application 但是其实 你那个不是的嘛 你一个可能 需要一些特别的library 那 通常你 擠得入 要用的library 你通常都会擠到 这个 的direction 那 那 甚至乎 你有一些 的resources file呢 譬如一些 lock4j啊 properties啊 你都会擠到 underwebinform webinf 这个folder 那边的 好了 去到这个位呢 那我们就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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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下去 那其实你见到 这里有个tab 叫webserver 那其实当你 好像我们刚才 那一部分 那个位置 当你install的时候 就已经会 掃出来的 那这个tomcat呢 其实在你 loco里 是 expect是不是 走着的 所以呢 它是stopped 你的state 是stopped 但有时候 你卡住了 卡住了 不见了 那你怎样 找得回呢 那有window 那边 那有一个 soul view soul view 你暂时 你会见到它 你就可以找到它 那你就可以找到它 出来的了 那在这一刻呢 你这样 take它的时候呢 是没有用的 因为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step 就是 就是你把这个 hello world 的application 放进去 tomcat里 即正如你把wafi 即当你把compound的product 放到tomcat里 webserver 那怎么放呢 right click它 add and remove 那你会见到 左边有一个 how wrote 刚刚这个project 那你只要 add下去 finish 那就会加了 但当然啦 我们还没start 那我们就 right click它 start 那在正常tomcat的情况下呢 其实呢 它是会用一个8080的port 那在哪里会见到呢 那其实呢 这个local 这个tomcat server 那里呢 只要你double kick它的话呢 那其实你会见到 很多的informations 在这个 这个版面里面的 那你会见到这个port number 那其实就是tomcat 走的时候 它就会用这个port number 去做的 那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informations 那譬如 呃 什么时候会 它会detect一下 有没有change 如果有change 它就会再 再重新更新一次 那这些setting 你都可以做的 那这 D级的setting呢 那这个video 就未必过得了 那么多 那我们看一下 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自己看一下了 好了 踢着了之后呢 那其实呢 就我们可以怎么assess它呢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是localhost 8080 那我们的contact path 就是hello world 那我们先assess一下 JSP先 JSP就是helloworld.jsp 那这个就是hello world.jsp 意思是JSP的file 那我们也会试一下 如何设计这个servlet 那servlet servlet path 其实都是helloworld的 好 那这个就是 servlet 将出来的string 给我们的 那 那 那 这个demo就完了了 那 不过其实 重点 其实这个video呢 其实 带出一件事 就是 其实不止 其实不止 在Ucrypt 你可以embed 一个tomcat 进去的 其实你 是可以 做很多东西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embed 做什么 可以embed 什么servlet 就是 除了tomcat 之外呢 其实IBM 你可以embed 一个 wespier 的 或者 不是wespier oracle 我们以前 有 weblogic weblogic 那 如果有印象 呢 其实我们有个 叫做 以前 java oracle 有个叫gashfish 的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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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JB container 那我相信是 应该是 这个 那你也可以 join了之后 之后呢 就指去 这个 用在Eclipse 中限 EJB的东西 但是呢 这个video呢 下次看下 会不会可以cover一下 看一下 Jboss 那你也可以 在Eclipse 就可以直接 博来用的 那 那这次呢 video 就这么多了 那 下次再讲其他 java的东西 拜拜